事关长远发展 媒体热议 我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 有哪些新变化 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素质持续提高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释放哪些新动能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琳 今晚我们来关注人口的话题 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郭立岩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 欢迎两位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平平 最近发文表示 2022年我国16岁到59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达到10.93年 比2020年提高0.18年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 人才红利逐步显现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过程中 我国人口质量有了怎样的稳步提升 人口质量的提升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会提供什么样的支撑 这是我们今晚要和大家探讨的焦点 也是媒体热议的话题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部分媒体 围绕人口质量都有哪些观点 在重视人口总量的同时 我们也应当重视人口质量 每日经济新闻发表文章 更健康更高质量和技能水平的人口 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 不但能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 还能继续提升社会总产出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王平平发文表示 虽然2022年人口总量略有下降 但我国仍有14亿多人口 人口规模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将长期存在 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 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与此同时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 人才红利逐步显现 2022年 我国16至59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 比2021年提高0.11年 比2020年提高0.18年 人民日报文章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离不开大批高素质劳动者的托举推动 新时代十年来 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 推动劳动者队伍规模日益壮大 结构日益优化 素质逐步提高 为高质量发展 助劳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 本片中提到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持续提升 人才红利在逐步显现 生活中 其实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会提到 人才的增多 可能就是我们人口质量提升的一个直接表现 当然我知道它的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 丽严跟我们来讲一讲 人口质量具体来说包含哪些方面 我们该怎么样来衡量 是 人口质量是最近学术界 包括食物界探讨的非常多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它的维度是有很多的 那像是应该说是身体素质方面 这是有质量提升的空间 那像是文化素质的这个方面 还有就是思想品德素质这个方面 那在这些方面人口的它的素质的 预期寿命这就是一个衡量标准 那21年左右呢 我们大概在78岁左右 那近十年来呢提高了三四岁这样的一个水平 看得出人口这样的身体素质是在提升的 与此同时呢像是文化素质这个方面 那衡量的标准是很多的 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个指标呢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它与第六次普查相比 那我们在每十万人当中 大学以上的这样的这个教育水平 那它是从接近9000人 到了1.5万人这样的水平 可以看得到高等学历教育的 这样的这个普及度是在提升的 与此同时啊像是文盲率的下降 还有包括我们不同年龄层 像是这个适龄劳动人口的 这样的受教育水平 新增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等等的 都是多元的来衡量文化素质提升的 这样的维度 还想说呢就是思想道德品质这个方面 那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主流的意识性 价值观的这个引领之下 近年来啊应该说是 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也是稳步提升的 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劳动者 他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这个丰富 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新时代了 在中国式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啊 咱们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是相互协调发展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的这个全面发展 包括体力包括治理包括思想道德 这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们从小学的德质体美劳全面发展 是的就是要物质的全面丰富的同时 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可见当前的背景下 我们热议的人口质量这个词 是很关键的一个概念 的确人口问题是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啊 相对于以往大家可能讨论更多的是 人口数量这样一个总量的标准 我们现在更加重视的是人口质量 俊敏有什么样的观察 人口质量的这样一个提升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其实刚才丽言说的很全面啊 一方面就是身体健康 第二方面精神文化 当然我可以补充一个第三方面 就是刚才也是重复提到的 就是受教育的程度啊 我把人口质量比作成 观察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个 既是它既是一个放大镜 同时它也是一个望远镜 它只可以以小见大 看到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貌 以及背后未来的潜力发展 这是我认为它有这两个特点 那么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数据啊 就是按照健康水平来看的话 咱们国家目前平均年龄是78岁 这个可以再提两个数 一个是它是已经达到了 现在是全球 就是一般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 同时我们再做一个比较 就是在咱们国家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咱们国家的平均年龄 还就是66岁 那么通过20多年的发展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这个飞跃不仅指的是咱们身体健康 同时也是可以延长了 很多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寿命 因为它有更好的健康嘛 这是感谢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饮食啊 包括这个吃穿啊 还有就是整个公共卫生服务这个普惠 那么另一点就是咱们受教育程度啊 刚才也提到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0年 但是这个数放到80年代初期的时候 咱们国家15岁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话 也就是5年 那么也是 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 通过咱们将近40年这个义务教育啊 不断地提升咱们整个全民这个教育的水平 现在的话真的是已经到了10年 这也是一个可以是我们整个未来 人才储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蓄水池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啊 所以基于这两点可以看到 人口质量 它确实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 即使短期内可以一想见大 冰山一角 同时也是我们长期一个经济发展 一个信心的一个底力 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说相对于总量 要更加重视人口质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人口问题 其实也是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的 这样一个步伐 以及我们产业结构调整是相匹配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一位新时代产业工人葛依凡 通过不断提升技能 成为大庆油田钻井队 操控机械设备高手的历程 大庆油田钻井工人葛依凡 这次的钻井任务 是一口5000多米深的平行井 难度很大 他掌控的操作杆 连接着地下几千米深的钻头 操作是否精准 关系到钻井的成败 操作手扁 往前推一毫米 都会发生以吨为单位的变化 葛依凡是一名中级技工 也是钻井队里操控机械设备的高手 2016年他从技术学校毕业 进入大庆油田钻井队 成为数十万名石油产业工人的一员 虽然在技术学校中 也学了一些专业知识 但是来到生产一线 葛依凡发现 自己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 像各生产行业一样 近年来我国石油生产 在飞速向现代化发展 对一线工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大庆油田根据自身需求 开始着手打造一个完整的 提高产业工人技能水平的成长体系 葛依凡不断参加企业组织的 各种学习培训 考取了警控证 起重指挥证 和私钻证等资格证书 因为表现优秀 葛依凡被聘为钻井队的班组长 在大庆油田 从一个初级工到技能大师 共9级的技能等级平定体系已建立起来 近年来我国多挫并举 为产业工人队伍技术技能提升 提供全方位支持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 新8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畅通人才成长通道 截至2021年底 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过2亿人 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 超过26% 政策的支持 企业的加持 还有自身的努力 让很多像葛依凡这样的产业工人 不断提升着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素质 而我想这也是人口质量提升的一个缩影 那其实我想每个人 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 这些年我们技能人才的 这样一个素质的提升 产业工人的这样一个技能 的提升 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 现代化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我们产业转型 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是的 看到小片当中 葛老师的这个案例 我是非常的感慨和感动 为什么 我来自于东北中工业基地 所以我的父辈 就是大量的这种高技术的 技术工人 那么他们会引以为荣 一辈子从事相关的这样的行业 所以我想这样的小片 也是在鼓舞和激励 新的一代的年轻人 能够投身和从事相关的行业 那么为我们整个的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 添砖加瓦 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里就有一个人才的概念 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性资源 刚才我们讲了人口质量 那么人才是人口当中 这种专业技术技能水平更高的 那么受教育程度更高的 一类的存在 它可以理解成 我们在人力资源当中 如果是个金字塔的话 是更接近于中高端的 这样的人才 包括像格老师 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 那么想说的呢 就是在我们 现代化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 应该说科学技术 就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 那么人才就是第一资源 这种资源 人才这种资源 它是创新的根本 那未来我们综合国力竞争 说到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 所以呢 我们当前的背景下 要亟待的把这种人才的 应该说是战略性资源的优势 加速的转化成 支撑我们综合国力提升的竞争优势 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呢 是靠千千万万个 这样的技能工人 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 他们的不断的成长 壮大 以及啊 我们有一整套的育才 培育人才的这样的制度体系的保障 使得我们啊 能够稳步向前的提升 这种人才的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有一组数啊 我们有两亿的 这样的技术工人的队伍 目前来讲呢 其中有六千万 这样高技术的工人 占比呢 可能是26%左右 那望向未来 十四五末 我们努力啊 要达到30% 那尤其是更发达的地区 这个比重还要更提升 想说的呢 就是人才 他的这种发展质量 对于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于我们现在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未来产业的拓展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 关键的支撑力量 嗯 的确我们其实看到这个过程 是日积月累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 那我们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实践来看 居民怎么看 我们这样一种人才红利的释放 包括今天我们探讨的人口质量的 这样一个不断提升到底能为经济 尤其我们今天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今天带来什么 对 您刚才提了四个字啊 就是日积月累啊 刚才力言是最后落脚的是 我们这种新兴的产业啊 包括这种高端装备制造业啊 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一个质的变化啊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 我们既然聊人这个人才质量 跟整个的产业的关系 就不得不聊一下 咱们当下这个产业的特点 咱们目前国家其实是一个 合作类型的这种产业集群效应 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优系产业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像新能源 像一些高端装备制造业 包括像一些航空装备 航天装备啊 甚至很多IT信息的服务 咱们国家很多企业 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这些产业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 他们的龙头效应很强 有那么一到两家 很强的一个企业 第二个 他们的环节非常的复杂 那么很多中小企业 为了他们做一些配套 而这些就要求这个产业 投入非常的大 人力资源相对比较高 就成本相对比较高 所以很多龙头企业 他们开始 用我们经济学的角度 就是提供这种正外部性 把自己的这种教育的资源输出 比如就是咱们以这个 汽车重镇广东为例 就是广东的几家 头部的车企的话 他们就自建了这种大学 专门为这种社会上的一些 有志向技术汽车企业 或者一些配套的合作伙伴 提供这种人才的培训 专业技术 专业技术 对 一个是提供你的技术技能 第二个你的管理素养 综合性的人才 这些其实都是很亮眼的 包括像一些航空装备 和维修这些企业的龙头 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权威的培训 他们还能颁发这种执照 让你更好的就业 形成认可 甚至很多是与交易部 联合推出这种 一加X这种培训的体系 然后方便输出管理 然后方便制定行业的标准 那么我们如果现在 从事IT的人员会看到 你只要上一些 像什么云计算 一些大厂 包括一些操作系统 数据库的一些官网 这些企业的官网 他们右上角 一般都会有一个 开发者原地 学习基地 这些你打开之后会发现 有很多教育资源 甚至是免费的 还有可以给你提供证书 方便你就业的 所以现在 我形容它现在是一种 产教融合的这种 人才培养的机制 这种机制 未来也是 既是过去我们的积累 同时也是方便我们 结合现在产业的特点 方便我们企业 更好的发展提升质量 降低整个产业链的 这个交易成本 并且减少这种就业的摩擦 没错 那说到人口问题呢 其实除了人口总量 人口质量 我们要关注人口结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国家统计局 在去年发布的系列报告中 给出的人口流向的变化 从人口流向上看 人口持续向沿海 沿江地区 及内地城区聚集 东部地区人口持续增加 人口比重 比2010年上升了 2.1个百分点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和成渝城市群 人口增长迅速 分别增长了35% 12%和7.3% 上海 北京 广东 浙江四省市 十年间人口密度增量 均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 专家分析 近年来人口流动有两大方向 一个是中部 西北 东北等地的人口 向东南沿海急剧 另一个是在各省域内部 中小城市 农村人口 向中心城市流动 在跨省人口流动方面 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3.7万人 比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 其中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 10年新增跨省流入人口 达812.43万人 跨省流入总人口接近3000万人 居全国第一 此外 就近城镇化 也是很多人的选择 成本比较低 离家乡比较近 照顾老人和小孩方便 在此过程中 包括武汉 成都 重庆 郑州 长沙 合肥 西安等中西部城市 成为人口流入的重点 分析指出 这些城市 无论是经济发展 还是人口急剧都十分迅速 收入与一线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刚才这个短片中 我们可以看出 人口流向发生着很多的变化 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 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 新型城镇化的质量稳步提高 接下来对于我们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配置 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是的 近年来 这个人口的迁徙和流向 跟我们国家的这种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 可以说结构上是对应的 那也知道劳动力和人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那这种要素 它的这种优化配置 对于支撑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是尤其重要的 想说的呢 就是近年来 以人为核心的这个新型城镇化 在推动着人口的这种布局要素资源优化调整方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包括像是针对着 就是这个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系列的工作落细落实 我们可以观测到 有更多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这样的人口 那么它是适临劳动的人口 一个方面为城市相关的这样的产业 提供了更丰沛的劳动力 还有未来向人才晋升的这样的空间 另外一个方面 促使很多的这样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也为他们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说进到城市 更提升了他生活的品质 提供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等各个方面的 这样的配给之后 会发现那人从原来在乡村和他到城市品质生活 这样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扩大的空间 同时这样的城镇化和人口的迁徙 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一个潜力优势 所以几个方面综合就能够看到 我们当前要加速的推动 那么城乡统一的这样的劳动力市场 促进劳动力和人才资源 他们的这个顺畅的流动 以另外一个方面的促进像医疗等等的 这个教育的保障体系来加速这种人才红利优势的快速释放 没错 其实从数据来看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 目前依然是非常丰富的 而人口的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这是一个进行时 那俊明最后来问问你的观察 怎么看我们现在的人口质量红利 这样的一个成熟效应 以及未来如何更好的拓展这种红利 这种红利要继续持续的发挥作用 其实离不开我们 首先是有正错的这种工具箱 第二个 还是要各地要发挥自己的地方的特色 尤其是产业的优势 这里面可以提一句 就是人才质量这个红利的话 它是有非常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这也不是个段子 真的是个例子 就有的人曾经说过 如果我是在深圳南山区的话 走路上可能随便撞一个 就是一个程序员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和这种信息产业是非常发达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很强的人才基础 那么这里面就需要政府来提供很好的技术设施保障 刚才雷言也说过了 包括像一些医疗卫生的服务 公共卫生的输出 甚至包括交通的便捷性 以及相关的补贴政策 让他们安心在这里工作 那么人才这种空间的外溢效应 也是体验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知识的外溢 第二个是技术的外溢 知识的外溢 我们会发现 过去三到五年 其实会发现很多北方 包括中西部的高校 把自己的很多分支的研究所 迁到了珠三角 甚至长三角的地区 促进产学员更好的交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方面都做的 还是需要提供一个 很好的技术设施 达到一个人才的沃土 好 谢谢 谢谢两个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广告之后 欢迎您回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人口问题事关国际民生 事关长远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16岁至59岁 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 比2020年提高了0.18年 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 可以说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而更为重要的是 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 正在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 我想这才是中国发展最大的底气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